現在選立金好了 我嗎 因為我很久沒看到妳了 真的 然後我上一次看到妳的時候 就是喜滋滋的剛結婚 對 結婚的時候超開心的 對 然後整個處於一個非常喜悅的狀態 對 現在分手了 現在離婚了 離婚了 願意跟我們分享這個故事去 其實我們在一起 對 我們在一起 剛開始真的是很快樂 當然 對 然後後來開始會 可以借故跟我吵架 對 然後 然後那個吵的架我都覺得莫名其妙 比如說有一次我是 我們好久就沒有一起出去玩了 因為我那時候工作比較忙 我就說那禮拜天我們出去外面 去郊遊幹嘛這樣 他說好 然後好完之後 我們兩個都很開心 這邊準備 準備東西幹嘛的 一走到門口要穿布鞋的時候 他就突然發了一個標 可是因為他沒有標可發 他只好突然說 都是妳害的 然後我想說我害了什麼 然後我說蛤 什麼 然後他就氣呼呼的 然後就穿了鞋轉身就要跑 然後跟我吵完架之後 就不回來睡覺 後來就是我的朋友 有一天跟我講說阿金啊 有件事情 我不曉得該不該跟你講 我說 又只要一開口講出來 妳就說妳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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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金啊 有些事情 我不曉得該不該跟你講 我為了督促他快點講 我說妳不講就不是朋友 然後他就 我們所有的朋友 都看到他在夜店牽著一個妹 對 就只有我沒有看到 可是我問他他也不會承認 然後後來有一天 那個 他說他想要去游泳 然後我說我們家 他要去那個巴德路 那邊有個游泳池 然後我想說不對啊 我們家社區有一個 很漂亮的游泳池 為什麼要去外面游泳 他說我們家游泳池太冷清了 沒有人 很寂寞 沒人 他說那邊人多 他 沒有 他游泳 那人多 他覺得他比較好游這樣 我想 那也沒邀我去運動這樣 然後就這樣 講說好 那喜歡運動 那妳就去吧 然後去了之後呢 我說妳一個人嗎 他說對他一個人 然後到他去游泳的時候 就是說妳發現他 體味不一樣了是不是 對 然後那個 有一個他微信的照片就傳給我 他從那個游泳池起來的樣子 我就想說誰幫他拍的 對 誰拍的 後來事後我一條一條拉起來 應該就是他跟那個女生去游泳 然後那女生拍給我看 用他手機拍給我看 那女生認識妳 我不認識那個女的 但很多人認識她這樣子 然後後來 後來 我覺得那個游泳池 可能濾放太多 所以妳發現他體味不一樣 是不是 沒有 後來他 因為前面都開始有一些 很奇怪的東西 可是後來 他其實以前他身上體味 是一種青草味 還滿好聞的 就很像那個 春天的青草 那個草原 對啦 對啦 然後是真的 愛的時候什麼都好 然後等一下後來就發現 然後後來 海鮮味 刀魚味 花的水 不是 後來我們發現就是 我們的感情開始有點 變淡 變化的時候 我就聞到 他身上是那個酸梅味 酸梅 酸梅 就是那個游泳池 對 綠加青草 就變酸梅 就我覺得他的體味變了 晚上睡覺 然後他以前都不會有汗臭味 你知道嗎 後來他現在 後來他那個時候就有汗臭味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想說 我心中的直覺 他覺得果然是有一點關聯的 他應該打得太黏了吧 才會這樣 身上會道變 對啊 好 我們來看警犬荔精 警犬荔精 警犬荔精 已經講完他的故事了 他覺得自己非常敏銳 那其實除了他 還有另外三隻 應該也是警犬的類型 你們的第六感 120 對 當然 破表我覺得 好厲害 120 毒空氣 你們會毒空氣 分為一變 立刻有感應 那荔精已經超乎我的想像 他是連味道都聞得出來 但是這四位 這四位現場除了 到底是0還是120 當然是120 當然0好 0比較幸福 對啊 什麼都也是 也不會嗅覺什麼都不會 他們都有點過度厲害了 但是120有的時候 你自己可以先知道事實是什麼 真的 我什麼都不知道 好 好想聽他們精彩的故事 斯佳妳這麼正了 還有人敢弄妳的男友 對 有人敢弄妳 這個很厲害 你知道這個是這樣 厲害是那個女 這個故事過程很厲害 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為什麼是120的原因 就是我們常常會接收到 一些很奇怪的聲音 訊息 就是突然間叫我去做什麼事情 我是有一天突然間 就在我這個男友家中 突然間就有一個聲音說 你去整理一下桌子 你去整理一下桌子 真的 好厲害 你跟你們講真的 你是不是太亂了 不是 因為桌上 就有散一些東西 可是因為我平時 我也懶得管桌上是什麼東西 那我那天在那搜的時候 就找到一張那個 因為以前的電話卡 會有一個SIN卡 小小一張 外面會包一個大張的 裡面會把那個SIN卡拔起來 剩下外面那個 我想說怎麼會有個 那表示家裡面 多了一張電話卡 這張是誰的 上面就有一個電話號碼 我想說 不如來打打看 反正從天亮就掉下一個線索 這不得不辦 你從後面看好像柯南 好像一個毛利小五郎 謝謝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打去看看 一打去是一個女生 那妳有沒有出聲音 有 因為我要問案 我就說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怎麼稱呼 因為她也覺得我很奇怪 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就是 然後我就講我當時男友的名字 然後我說 我在她家裡面整理東西 這樣 然後我就找到了這一張 這個電話卡 不好意思請問她怎麼稱呼這樣 因為我滿有禮貌 某人家 那妳應該就是她女朋友吧 她用應該兩個字的時候 我就心裡想說 而且用爸 對 應該是她女朋友吧 然後我就說 對 該不會那麼剛好 妳也是吧 我就嗆她這一句 然後那女生就說 我不是啦 我們只是普通朋友 一夜情 沒有 但是那女生講話也很有心急 她說我們只是普通朋友 然後我就說是嗎 那我怎麼都沒有聽過 她提過妳的名字 我應該也沒有見過妳這樣 我們就是偶爾見一下面 但是我會幫她整理 就是幫她準備一些吃的 跟一些換洗的衣服 我就想說 對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妳怎麼稱呼 然後她死不敢跟我講她的名字 然後我就說 是這樣子的 像妳這種Case 我不是要處理過幾個 妳也不是我第一個打電話 去質問的女人 我只是希望妳可以有名有姓 不然的話 我男友應該也不會知道妳是哪位 然後她就說 好 然後她就給我她一個綽號 因為她的暱稱 我就說好 然後電話就掛 我就坐在家裡 然後等我當時的男友回到家 想說等一下回來妳就死定了 然後她就依然 雀躍的回來 然後她一進門 我就說某某某是誰 她說某某某 不是妳朋友嗎 幫妳送換洗衣物跟食物 她是誰 她就只是一個朋友而已 然後我就說 我已經跟她講過電話了 妳現在要不要誠實 給妳一個機會 認不認 她說沒有 她就是個很普通的朋友 我就包包一拿 我就直接就走出門 因為我覺得沒什麼好要講 妳就是騙我 我就走出去之後 然後就跟我兩個朋友在聊天 然後就很氣 就說這男的怎麼這樣 然後什麼 然後講 講完了之後想說不對 我還有東西放在她家 我走得太匆忙 太帥了 沒拿走 然後我就跟我那朋友講說 我今天晚上絕對不會回去 我要睡在妳家裡面 因為那時候我人在外地 然後但是我又想把東西拿回來 所以我就隔天 就去跟她的房東打電話說 給我一個備用的鑰匙 我還錯開她不在家的時間 想說我要跟我這兩個朋友 把東西給拿回來 我們才走到門口 那個外面的鑰匙一轉 我就驚覺房子裡面有人 再往下看 她房間門口放一雙女孩子的鞋子 這個爛人趕快離開她吧 但是妳都看到了 然後我傻眼 兩個跟我去的朋友也傻眼 我就往前走的時候 還沒到那個門就聽到 裡面那個門上鎖的聲音 就啪一聲這樣 就是裡面的人也知道 外面有人來了 我就開始敲那個門 因為我太想知道 是誰 是什麼事 然後我就先這樣拍 她不理我 但是裡面稀稀疏疏的 我就想瞧 然後到時候就拍 接下來就要踹那個門了 然後就有朋友就說 妳看一下妳有沒有鑰匙 因為我拿了一整串房東給我的鑰匙 對啊 我就想說 對對對 我鑰匙 我真的是顫抖在插那個門 那個孔 我就想一打開 一推開來的時候 房間就她跟一個女的 然後那個女的衣著都很正常 就那女的這樣站著 然後就這樣看我 然後那男生就這樣後退 然後這樣看我 然後我就說 現在是怎樣 然後就她跟著女的 然後我也是比較帥氣風格 然後我就說 她走還我走 我就問男生 男生就這樣看看我看看她 然後就跟那個女的說 妳走 妳走 妳先走 然後那女的就這樣 那女的沒有要走 那女的沒有要走 我想說 然後我現在還折我的外套 因為我實在是 我要幹嘛 我實在是我要幹嘛 你知道 因為我沒過這種事 我想說 現在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她一直走 然後那男生一看我在折 她以為我要揍她 妳知道嗎 然後她就說 就叫妳走 妳趕快走 然後我就說 先生看來妳是請不走囉 看來是要我幫妳請囉 然後男生就喊那個 就是吼她 她說妳趕快給我滾出去 那女的被那個男的一吼 就嚇到了 她就外套一抓 就這樣衝出去之後 剩我跟男生在房間 然後那個男的就把 兩個朋友托車上 把門一爽 她就拉我到椅子上 坐下來之後 就跪下去 她就說 妳不要誤會我 剛剛不是妳想的那樣子 她一跪下去 我火又衝上來 這樣子還可以 還可以再狡辯 不是 因為她跪下去的時候 她褲子拉鍊是這樣打開來的 她根本可以拉鍊 她來不及啦 妳知道嗎 她一跪下去 她一跪就這樣子開掉 妳想說 戲也不演整套 這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站起來 我就想說我太氣 我實在 我都已經抓到 昨天我才跟這女的講電話 怎麼今天這女的就來了 就是那個女的 她鐵定妳不會回家 她鐵定我不會回家 然後我就奪門而出 然後我就想說這一段真的是太瞎 瞎爆了 然後我一衝出去之後 又回到朋友家 然後大家又要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然後昨天我就說 這女真的太不要臉了 昨天她是什麼 只是普通朋友 今天就在她房間 然後那個朋友就說 思佳 要教訓她嗎 妳打電話的那個 不是跟你講電話的 因為打電話的那個 我朋友知道那個女生是誰 他們有見過那女生一次 可是房間那個不是打電話的 也就是她批了兩個 然後反正就一連串這樣的事情之後 那個男生就來到朋友家 要來求我的原諒 他就來跟我解釋 我說我給妳一次機會好好解釋 這兩個女人是誰 她就說我一件件跟你講 因為那男是天蠍做的 她說 她肯定出軌 對 然後 但是天蠍真的很能講 也很能講 我跟妳講 第一名會講的 不要相信什麼都掰得出來 我跟你講 你知道她講一個 我人生聽過最離譜 最爛的理由 她說我跟妳講 思佳妳千萬不可生氣 那個房間那個女的 她誰也不是 我跟妳講她是誰 她是我打電話叫來的雞 我說妳打電話叫來的雞 雞更生氣 雞也要 不是 重點是說 這麼爛的理由 妳去哪裡想 然後我就說那妳電話哪 她說路邊有貼那種小廣告紙 我隨意撕起來 我說好 那她為什麼不走 不是 我還沒付錢 妳一直趕她走 她說她沒付錢 所以那個女的她才不走 好像有道理 你看 竟然有人相信 然後我當然就想說 不是 妳如果認真跟我說 妳要跟她交往 那也就算 一個女生被妳帶回家 妳說她是雞 妳也太不尊重人家 我也是女人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要跟妳分手 然後我就回 回來了之後 然後因為我跟她家人 本來就是感情很好 然後我就跟她家人講說 這個我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在一天之間 發生這麼多事情 她有調整我的心情 但是到最後 這故事的結尾是 所以根本不是雞 可是我跟妳講私家 會花心的男人 一輩子都會花心 妳跟她結婚 她以後這樣在外面 妳就不要了 然後因為我當時發現 其實我發覺 這是一件好事的原因 是因為我的確也花了 三四年的時間 跟這男生交往 如果當時沒有那張電話卡 沒有後面的這個 我們其實是很難斷 移民之中妳看 對啊 好幸運 有神佛保佑 真的 然後就 兩個都是靠鼻子破案的 對 他們會吸空氣 很厲害